各位同學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今天是7月16號 同學朋友首先我的節目好不好 一樣幫我先加LINE 小老鼠MVP57幫我加進來 還有我的YT頻道也幫我訂閱 那請你們加入最主要最主要 當然我裡面都會有 記事本裡面都有一些訊息可以看好不好 盤前盤中盤後有訊息你們進來 那我有一些產業報告 或者是有一些外資 投信自己上一些資訊 我也會分享在上面 那當然最主要有一些我自己選股 我怎麼選股怎麼看法 還有還有持股好不好 你們有什麼問題真的 加我的LINE小鼠MVP57幫我加進來 裡面有什麼訊息我會 你直接問沒關係 因為都會是我先回的 好不好 只要我有空我一定第一時間會回 那真的YT頻道幫我訂閱 你們接下來如果盤4點 即時的沒有看到沒關係 直接加入我YT頻道裡面都可以看到 好不好 這是希望投票真的幫我的LINE 先加起來 那當然最主要要講一下 昨天投票真的每股還是都收紅的 對不對 都還是漲的 那很多人要去擔心 我給大家去回想一下 真的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在禮拜昨天禮拜一 再到今天 你們還會覺得盤4很危險嗎 對不對 上禮拜五大家會覺得 好像要崩了 24400多 快要24500多 突然殺下來 你們要去擔心 對不對 那我上禮拜是不是測標我一直掛著 有拉回又是又來了 又是一次拉回的機會 那你們有沒有把握 沒有 有把握的人當然說恭喜都有賺 可是大部分賞戶是沒有的 因為據我所知 我LINE裡面跟我回覆的都還是輸錢 我等等最後我也給你們看 我會帶到給你們看 還是有人到昨天 都還是留言手上股票是套住 投票真的現在大盤漲成這樣 如果你說一兩天剛買的稍微小套 我覺得沒關係 可是這個行情是從 不是這個月上個月 是今年這麼熱 你照理說不能是虧錢 還是要賺錢才對 好不好投票真的我希望有什麼問題 好你來跟我 就像我今天測標這個東西 其實我很不想一直講漲停 真的我很不想 可是真的還是漲停板 那我是不是這兩天 我還一直在講光盛 拉回拉回 我是不是還有在提 我相信有在看的應該都會曉得 今天在漲停板 當然市場又開始在講光盛 對不對 上個拜五這樣殺下來 昨天前天都沒有漲 上個拜跟昨天都沒漲 那今天呢 那市場又一堆人在講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真的 可以你們來跟跟看文綺老師 你們會知道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不是那種一直講一樣的東西的老師 或者是只講漲的 我講我股票 我手上持股 我會去介紹 跌我也會講 對不對 那很多人這兩天問我 包括今天剛剛我離開前 有人在問我什麼 問我這一個 在問我這個 對 投票真的這兩天很熱 神盾集團很多人有 對不對 很多人有啊 神盾集團很多人都有啊 可是今天好像沒有那麼好 但是安國還不錯 可是也是開高下來 那其他的呢 都是下來 對不對 都是下來 那很多人去講 這兩天有做到 賺多少 當然有賺到這邊有買 很恭喜 好不好 可是我沒有 我也直接講 那很多人還是問我 那我在LINE裡面 我就跟你們說我怎麼看 好不好 恭喜啦 有賺到的 可是沒賺到的呢 或者是真的 昨天一堆去追高啊 有時候投資朋友 你們就是這樣 這邊你們不買 你們就是要追高 一二三 三天不請自來 第四天進去 今天套住 再問怎麼辦 我不是說看不好 神盾集團啦 好不好 不會說完全看不好 可是 你們不要用追的 我是要強調 投資朋友 你們不要用 追股票的方式 要追 你們來找我 這個股票我用追的 這支股票我用追的 真的追啊 我敢追啊 追的今天呢 我等等給你們看好不好 真的我這樣買 這樣子追 沒錯 賺錢 真的賺了 好不好 那回來美股真的 四大指數 上禮拜五 投資票上禮拜五 我們台股跌 可是上禮拜五 美股四大指數都開漲 道琼還是在創高 四萬過了 再創高 昨天晚上再創高 所以你們心情會很緊張嗎 我覺得不用再這麼緊張好不好 那當然因為禮拜天 前天川普的事件 其實川普那事件發生 我記得台灣新聞是多少 四點多對不對 四點多開始放送 那其實我在高速公路在開車 我從南部 我從嘉義北上 好禮拜天 好開車其實真的 因為會塞車嘛 會塞車 所以就剛好拿手機滑一下 當然是不良示範 不要學 就剛好看到 我心裡就在想 這個東西到底 對禮拜一會什麼影響 那當然很多人講 就比特幣嘛 因為幣險所以先漲嘛 可是你去想 熱潮過了 退下來 因為川普其實沒有真的受到什麼生命影響 就是耳朵你說受傷 對不對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 所以還是會繼續參選嘛 那你知道現在又在講 他的民調好像高了很 又再高很多嘛 我不知道哪裡 我有看到 一個民調 這裡 那當然這個是什麼 線上投注網站 川普本來只有60分 結果現在變67每分了 那拜登只有27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川普好像越來越確定了 那我們現在就暫定他確定 所以我講了 其實我上禮拜一直在講 川普確定 可是拜登不確定 所以美股會比較遲疑一點 可是當現在不管有沒有要換 好不好 有沒有要換拜登 川普好像都確定了 我們可以這麼大膽假設 去預估預測 因為現在數據看起來 不是我講 是數據那些估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我上禮拜一直在 我後台我也在講 美股要什麼時候可以穩定 其實這個你們去看 去翻我前面的記錄都好 我就已經先講了 美股穩定要等確定的人以後 那現在不用確定是不是拜登了 因為川普原則上就是確定就是他了 所以美股開始漲 我這提前我都講 而且我不是說川普事件發生以後才講 我上禮拜 我在我LINE裡面 我講了兩天 LINE我在盤後分析我講了兩天 美股要確定再漲 就是等總統大選 人選確定以後 那反正現在看起來都是川普 所以美股 你說真的就這樣漲 就這樣漲 因為穩定了嘛 那你只要總統選舉確定大概是誰 你那些政策 那些個股 那些公司 你像我說馬斯克他就很聰明 直接跑出來說他要請川普 那當然不是說一定支持他啦 可能他只是說支持這種反暴力的行為 反暴力選舉 可是他支持他 結果特斯拉就開始 又再繼續漲 對不對 那人家就繼續聯想嘛 特斯拉就是跟川普一活的嘛 對不對 他很聰明啦 我們只能講 以商業角度 這個老闆真的聰明 你說他不惜拋開拜登那邊 好像去支持川普 因為他知道現在如果川普當選的機率高很多 他這樣也沒錯啊 所以投票真的 我認為他還有不用去想太多對不對 還是漲 你說表態挺川普 就是這樣嘛 那還有一個你說晚上嘛 今天晚上很重要 就是聯準會 把我又要出來去講 投票我講實在話 真的上禮拜大跌 是因為好像大家在講要降息嘛 我也在講嘛 因為要降息嘛 所以好像經濟數據不好提前反應了 反應完呢 股票有沒有漲 有 那我自己看法 不管是通膨景氣好 升息股票跌 最後都還是回到股票漲 我也跟你們講過很多了 上禮拜五後 也不是上禮拜五而已 其實我從我來新平台開始 一個多月了 我是不是講升息降息的關係 拉回買就對了 今天你們真的要相信啊 今天有一些空頭了嗎 又沒感覺了嘛 上禮拜五很危險 上禮拜五你們在 覺得啊好完蛋了 上禮拜這兩天覺得完蛋了 對不對 那到今天 同朋友是不是又正常了 那很多人還要去講說 空不空頭什麼 危險 我覺得真的不用擔心啦 包括台積電 同朋友 剛剛早上9點多 10點多這邊 是不是還急拉 1070 有沒有好像要過去1080 有耶 一根上引線有沒有要去填 補這個缺口 有耶 那你要怎麼看 那當然很多人要去講 外資連賣 可是投信是連買 很多人說都在外資裡面 不用擔心啊真的 好不好不用太擔心 文綺老師我還是給你們一個建議 最近有拉回你就站在買方 也不要去想去空 用空來做 你要去空一些個股賺 有些可以賺 可是風險跟做多的比 還是差很多 為什麼我還是會覺得看多 同朋友其實這兩天 華爾街分析師開始出來 他們在一些 講什麼 會不會回答有點泡沫 AI啦 其實他主要講AI AI會不會有點泡沫化 什麼意思 但是現在全世界都在搶NVIDIA的顯示卡 全部在搶它的 你說伺服器也好 晶片也好 很多人現在幾個就在講說 他們花這麼多錢 不是照來算的 花了這麼多錢 那什麼時候可以真的有實質的回饋 收益進來這些公司的口袋 其實好像沒有 那只有土利誰 土利這些大公司 研發這些晶片的大公司 土利NVIDIA 所以很多人現在開始去講 AI好像要開始泡沫的感覺 那同朋友我必須講 我一直強調 不要用以前的歷史經驗 再來看待現在這個盤 現在不就這樣嗎 不要用以前的歷史經驗 好不好 我這樣講真的什麼都一樣 不管是台股美股什麼企業都好 你不要再用以前的歷史經驗了 為什麼我要講這句話 我知道這是今天新聞 外資拋台股 你說買超變賣超又很緊張 又很緊張 可是你要想 他賣掉台積電還是上來的 還是10多 1040 1050 朋友 真的不用那麼不用擔心 那很多人去講 明天結算壓低拉高什麼的 文綺老師我認為 他們今天其實就是故意的 鴻海他們也先不做 可是等台積拉完好不好 法說出來一定OK 拉一波 很多人要去講 好像台積 如果只有平平的 沒有高出很多預期 好像對吧 就像99分了 你要到100分很難 所以很多人去講 如果台積法說會出來 沒有到真的高估很多很多 好像又不好 鴻海 我覺得可以看著 還會再拉 那我回過頭先講這 為什麼我說不要拿以前的歷史經驗 當然今天這個我就講 我很喜歡看大戶散戶這個去研究 那當然最近會覺得 散戶都上車了完蛋了 照我們以前的歷史經驗是不是 散戶全部上車了應該要完蛋了 可是你們要去想到一件事 連大戶都還在 大戶都還在上車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我身後認識一些 真的他們到現在都還是在看多做多 人家錢這麼多 真的是他們不是去 進來股市不是在那邊 幾百萬在那邊玩的 人家是上億以上的東西在做 那你覺得他們是拼身家嗎 好你說要壓身家也好 重點人家還是看好 所以為什麼 當然今天這個出來 我覺得就是很反應 我覺得就不要再拿以前的歷史經驗 散戶增加沒錯 可是你要講中 不要講大戶 連中時戶都在增加 那大戶你不用講 也在增加 如果今天 好 今天如果一個數據出來 是散戶增加 好我講了嘛 大戶如果是下來了 跳車了完蛋 那我覺得真的 那可能才會有一些風險在 可是現在還是這種 還是熱啊 所以不要再拿以前的歷史經驗 放進來好不好 這個我要講 要讓你們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講真的 我Line裡面 還是很多人 每天每天在新的人 不是說舊的人 新的人都還在跟我聊 跟我講 我覺得太高了 太高了太高了 不敢做不敢做 每天都還是有這種 每天 可是很矛盾啦 他們手上都套住 所以你要去想一下 大盤這麼好 可是你們手上做的都是套住 那又再說 我不敢做覺得太高了 可是你們手上套的還是套啊 我打個比方 現在2,4萬很高嘛 可是你手上是套的 大盤2,4萬 你手上套住 那我問你 你如果看不好 你手上套的要不要賣 為什麼 你不賣 那如果今天2,4萬很高 開始反轉跌 好2,4萬跌到2萬 我誇張一點 2,4萬如果跌到2萬 我問你 那你手上套住了 你認為會髒 還是跟著下來 好我就這樣 因為我很常這樣問投資朋友 我就聊天都會去講這些東西 今天2,4萬很高 如果跌到2萬呢 哇完蛋了 那你手上套住的 你怎麼會覺得還會 因為你們手上套住還抱著 就是希望漲回去嘛 對不對 可是沒有啊 你2,4萬如果跌到2萬 那你手上套的 你覺得還會漲嗎 那不是更跌 那為什麼不趕快出一出 好這個是賞戶的矛盾 因為我真的做這十幾年來 跟很多人聊天 都是這個問題 都是這個問題 永遠 覺得盤很高很危險 可是自己手上持股套的 又捨不得 那漲了賺一點就出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嗎 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你說 新聞啊 你說紅海 玉星光這些 我跟你講 我手上持股 有些東西我還是看好 所以新聞還是一直推這些好的 不是說新聞出來就要出了啦好不好 好紅海調最低 哇這邊有看到多少 245以外還有 今天有一個270的 好今天我有看到 我自己裡面的報告有看到一個 270的 我們還是在調高 所以說這邊下來 我覺得是我講可以做個價差 我紅海我上禮拜就講可以做價差 投票應該可以啦 應該可以啦 真的 你資金夠的好不好 大資金專做紅海你找我 我上禮拜就講嘛 有一個專門 交我七位數的會費 他就專門要做紅海 OK啊 對不對 不要想這幾天跌好像不能做 投票照做 真的現在有價差可以做 照做 真的要照做好不好 不信的來找我 我覺得能幫我盡量幫啦 真的我能幫我盡量幫 好今天大家有一個新聞說 電力 所以我講一下重電也好 除電也好 電線電燃也好 很多人講 漲高了會不會不能做了 我覺得還可以啦 真的還是可以啦 不用去太過 覺得漲多了就不好 因為未來就是這樣 當這些大公司在台灣 就他們在台灣不是說只有蓋工廠 就資料中心 你資料中心蓋下來 那些全部是伺服器 那些不是要完全供應 他不能去斷電 那真的 用電子會越來越高啦 所以這些電相關的個股 投票真的還是要做 有拉回有些東西還是要做 沒做你賺不到 沒做賺不到 好那今天台積 這個7月16號好不好 美系大行還是預告怎麼樣 會優於預期 當然他是主要是講說 第二季營收優於預期 可是第三季他們更新 只有成長可能10%而已 為什麼 因為第二季太好 所以他可能他們家是 其實有點下調第三季 那不過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是說 因為晶圓嘛 還是調漲嘛 預期還是會漲價 你調漲以後呢 對不對 所以當然主要的近代 他們今天也講 近代週四法術會 沒禮拜三了再一天 好今天禮拜二嘛 禮拜三晚 禮拜四法術可以攤出來看 那可是我要跟你們講 不管你說 很好或者是普通 我覺得後續好不好 投票聽我的就對了 後續還是漲 那你真的不敢做 不會做 想做台階 你來找我 想做鴻海你也來找我 我覺得真的有些東西 我們一起來做 可以賺很多錢 真的能賺很多錢 好不好 這市場沒有人再去 好 我講大家都在分析台積鴻海 沒有人像我這樣跟你說 我後來我去追我去買 市場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好那我上禮拜 我其實一直在提 你說光聖 從中間光聖一直 還是漲停板嘛 那我是不是還有提10座工業 今天又來 創新高104.5 我說我在這邊前面有帶一波出 我也叫人家出 啊老師可是你出了錯了 漲上來 這根漲停我就看 還是有跳空 收復了這些跌幅 跌跌詞 跌跌幅 那來整理兩天 今天又一根漲停 同朋友真的 有拉回我會再介入啦 我直接這樣跟你們講 不管它的題材是什麼 現在講說機器人也有 散熱也有 那當然你說最近散熱 昨天我也講了 高利 昨天跌停 可是今天其實你看 有拉上去快5% 又收下來 那最主要我講 他們有傳出來嘛 你說一些 接下來訂單 可能沒有照那麼好 所以有點拉回 但是好不好 看法還是正向不變 很多會被帶到啦 散熱其實今天很多也不好 雙紅我等等講 好不好 雙紅我等等講 因為我等等有一些資料 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等等我會給你們看一下 所以真的能跟我動作 真的來 好不好 其實我這些股票 我沒有天天換把投票 我要講的是 很多人說 看我這個老師不一樣 我不會天天 哪裡漲我就去講哪裡 我覺得我要堅持啦 我不希望變成那種 今天這裡漲我去講 今天那裡漲我去講 對不對 這些股票天天漲 有些天天漲 你就往這裡去講 我手上就真的沒有 好啦光盛漲停嘛對不對 時速公約我說 接下來有拉回會去再做一趟 光盛今天還是在漲停 朋友真的 今天你說又再漲停 再創新高好像很高興 我必須講 7月4號買380 這我也算了嘛 本來是25%而已 有點拉回欸 拉回我是不是還7月15號 我就拉回 開高拉 投票們真的拉回我還是講啦 那今天好不好 16號 過500了 好其實我賴後台 我今天沒有做 我在賴後台裡面一直講 會不會穩穩站上500 會不會穩穩站上500 今天就站上去了 好35%了 投票朋友35% 一張 真的這股票你說高價 你買一到兩張 20幾萬 30萬 你說100萬進去出來 賺35萬 投票真的 會費都不是什麼重點啦 會費真的不貴 因為一支股票賺就賺超過 追高啊 我也追啊 380左右 其實我應該買更低啦 370多 我就算380 漲上去 哎呦拉回欸 被人家酸 還是會被人家講話嘛 就算 就像當時隱翰一樣 可是有沒有整理 再創高 投票我跟你講 我就拿掉了 急拉整理 再創高 我怎麼做我怎麼講啊 我不會去亂講 好不好 外資這兩天賣很可怕欸 外資賣錯了嗎 今天漲停 500了 上500了 投票真的來跟我動作 我覺得能幫啦好不好 真的我也很謝謝相信我的人 再漲停你要怎麼辦 創新高 那很多人講 今天新聞 剛剛就有新聞出來 我有稍微看一下 當然說營收很好嘛 最強的網通股 當然美系 很多人去講 其實不只美系啦 你說歐洲也有一些客戶 當然最主要你說美國好 美系好就OK嘛 對不對 那新聞再出來 當然講 光光主動元件這些東西 我是不是還跟你講過 我花了一些時間講 回答最主要好 不是晶片的硬體 它是軟體 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你講這個 還有它的就是networking 我一直跟你講這個 我還是看好它嘛 真的強者很強啦 你要敢追逐強勢者 好這我也秀過很多次 要敢追 不敢追你來找我 我不是帶你亂追 是亂追會死掉 真的亂追也不對啦 好不好你 我講了 很多人昨天去追他會死了 我不是說看不好 就是說昨天買的點位 就是最高了 我不要說買301 300 29多的 到今天28多 差了十幾塊 一張賠1萬 會買這應該都不只買一張吧 還在下殺 我不是說不好喔 投票朋友 我不是說不好喔 好不好 真的要怎麼追你來找我 我有辦法幫 真的我有辦法 好那 布洛威 老師 很DA 今天很多人在那邊講不好 跌耶 投票尾盤又沒有上去 好不好 7月15號我講嘛 好這要追 好強勢股去追 好 拉回3%左右 這早先做我的資料 對不對 那新聞就出來了 在講昨天嘛 因為怎麼樣 虧損嘛 虧0.13 每股虧 好5月這樣下來 每股虧 0.13 投票就跌 跌完了 那尾盤上去耶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我在盤中有人在講這一支 有分析在講 這種股票你們就去追 不要去追了啦 那很多人去講說因為航海王介入 我不想去提他 好像因為是看航海王財經去做的 對不對 不想去提他 可是呢投票 外資好像也在賣 有沒有上來 尾盤有上來 我邊講邊上來 真的 好不好 真的要怎麼追 不要亂追 來找文綺老師 我有辦法幫你們 去追一些真的強勢股好不好 那精彩還要講嗎 今天拉回 對 好早上其實也是有開高 到228 好早上有到228 我講這橫盤整理嘛 好不好 我不要秀這些中間 我就跟你們講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好不好 我是不是講7月10號禮拜三 開低但收漲 不過量縮掉了 創高後會橫盤整理 好我直接這樣跟你們講 要觀察量能變化 我也直接說了 整理完會不會創高 我們可以看 好不好 真的我們可以看 性益呢 我講也是因為受到怎麼樣 就講了 高利影響整個 那個散熱太大 所以性益也跌 可是今天 其實橫盤整理 不用擔心啦 好不好 我覺得你說40塊 還是會站上去啦 好時間不夠 我可能要講快一點 對不對 那還有一支 我是這兩天一直在提 今天有沒有再繼續 立即 有沒有 有沒有要 就繼續突破了 中間震盪很大沒錯 很磨人 可是當這一段你度過 只要他跳空254就上去了 你可以看啦 立即我也講好幾天了嘛 對不對 其實文貌也是 好不好 我也講 蘋果概念 這邊也是上來整理的 整理完會不會繼續漲 會 你可以看 好不好 我想要追 你不會追你來找我嘛 可是真的買在底部 不是更好嗎 有些股票真的底部就講 你不要去追高 好不好 那我昨天怎麼說 昨天其實我跟你們分享 我說車用 接下來或許 或許嘛 同學今天蓬城 強茂 其實強茂最後是下來 不然今天其實強茂 我昨天是不是講說 其實這三支我比較看好強茂 我昨天你這樣講 今天又上來 因為很多隔日衝 隔日衝衝掉了 順德今天還不錯 對不對 下去 可是又上來 好不好 車用我覺得開始 有一些東西可以注意 你說 帽連那麼高 今天也拉回 可是漲其他小型的 好不好 所以 車用股我覺得開始啦 你如果真的對AI機器人這些 覺得太高怎麼樣了 有一些底部的 那這個就是雙紅 我講了 最近很弱很弱 很多問我這一支 因為他最近很多人有做 我也講 這是股票 好今天就是我有看到這個東西 好不好 他正向還是平等 怎麼樣 因為現在在觀察 冷板還有旗管那邊有缺料狀況 所以雙紅碟 有缺料 可是講到可能第三季下半就OK了 所以其實券商他們還是 平等還是正向 我這樣講比較快 所以不用太擔心 甚至 朋友我覺得 如果到時候基本好一點 破線這邊下來 我們要接 我們要接 好不好 我們可以來看看 可以觀察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觀察 真的 那我講了這 相信我了 我真的很謝謝 昨天有參加 這一位 我講昨天他也辦好了 持股也給我了 我也看了 怎麼動作我也講 20幾檔 昨天晚上傳給我20幾檔股票 真的你們太多檔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你們持股好不好 可以 怎麼會多成這樣 怎麼會多成這樣 說一點集中作 我講一下 很多投票應該都有跟過老師 然後會給我看訊息 我以前也都知道 怎麼會這樣操作 XXX持股 用資金的一層進去買進 投票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這樣 一層一層一層 至少手上十幾支 二十幾支 每個都說一層一層 因為覺得一層很少 100萬一層 投票我問你100萬 你只有用一層去買 10萬塊買一張好了 你要賺什麼 好不好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全部都幾張幾張 不要這樣做 真的好不好 那這昨天也是傳 我資金 我最近資金還卡在股市裡 行情這麼好 我就講你們都還在輸錢 好不好 真的不要亂做 低價中價高價 有問題都找我 為什麼我今天會提這個 一直要去講 我希望你們真的好不好 我今天公司叫我做這個 因為看太多人輸錢 然後股票都套住 好不好 今天要做一個活動 股票交換 怎樣 你手上 有沒有賺錢 我覺得沒關係 手上你有想詢問的股票 你詢問我一支 挑一支 好不好 你留言 股票代號家 電話 播電話也可以 直接播電話家也可以 我跟你講 你問我一支 我做一個活動好不好 我交換一支 我看好 我未來 我看好的股票 我跟你換 我覺得能幫我盡量幫 好不好 今天公司叫我做這個活動 好不好 我LINE 小小NP57加進來 今天做這個活動 最下面也有 小小NP57加進來 這個活動 股票交換 我希望我們互相討論 交流一下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愉快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隨意見 Aber 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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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ical 馬鎮 providers